霓裳 霓裳 在做什么呢 绣得真好 送给我吧 不白拿你的 我用东西跟你换 这块玉啊 我从小便戴在身上 本想着将来成亲之后 跟自己的夫君 贴身之物交换 如今你也知道 我虽名义上有个夫君 但他却不配得此物 我既决心跟你交好 就将这玉送给你 也算全个念想 你若喜欢这个绣药 尽管拿去便是 这玉如此贵重 我可不能要 我是真心悔过 也是想与你真心交好 你若不说 就是不肯接纳我 想我颜文秀一辈子要强 如今落得万人仙气 我还有什么脸没 你这好端端的 又是做什么 行 我先帮你收着吧 真的 给你 你这绣活儿真是越发精致了 我真心佩服 你以前可从未服气过 这都多久的事了 你还记着呢 你就不允许人宁少无知 是懵懂轻狂 颜大小姐 居然变得这么谦虚 真是令人想不到 霓裳 我是真心悔过 既然所有语不喜欢我 我也不强求了 如若你们两个能有一个好结果 我随身愿意让住这个位子来 你这话太可笑了吧 我与苏公子并无瓜葛 况且你已与他成亲 我又岂有与他相好 我知道了 如今你是看不上他了 不还有一个落网吗 颖文秀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霓裳 你莫要生气啊 是我失言了 时候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吧 谢谢你的修药 对了 霓裳 这块玉千万要收好啊 你看什么呢 你看你了 看你了 你怎么会吗 你怎么会把你贴的 你怎么想要你贴的 我来 我去帮你了 你这块玉千万能 你怎么办 我去帮你了 你不想要你贴的 我去帮你吧 你去帮你了 我去帮你了 当姐妹呢 你胡说什么呀 霓裳不是这样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 我问你 她是不是经常 给你探讨绣活技法 傻瓜 她那是在套你的点子 你可别忘了 你们都是织造的人 是竞争对手 等你把底都露出来了 看人家 还理不理你 苏会长 里边请 里边请 苏会长 我们都恭候多时了 快 里边请 苏会长 苏会长 各位不必多礼 快快请苏 苏会长请 苏会长请 恭喜苏少爷 成为我们航头会的 新会长啊 恭喜 恭喜 苏老板 各位长辈同行 齐聚于此 晚辈苏文宇甚是荣幸 晚辈初入航头会 今后还望各位长辈书博 能多多指点 苏老板年轻有为 真是厚生可畏啊 只是还望苏老板向宫室局大人求求情 平日里我们多仰仗大人们庇护 才有今天的好日子 这上缴会费当然是应该的 可这会费往年都是一记一收啊 这阵子我们生意实在不好做 袁大人一下子又要收我们一年的会费 我 我们真是很很为难啊 是 怎么又突然改了新的规制呢 这一下子让我拿出这么多的银两 怕是我们这些根基浅薄的 简直要掏空了家底啊 可是这一旦余期不交 又要被取消 航头会这个商户的资格 这让我们实在是如何是好啊 各位长辈稍安勿躁 这些事情我还需问我们 我们相信您一定能办成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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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喝茶 您吃 用点茶点 用点茶点 您吃 您吃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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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儿 你回来啦 昨日你问我那幅花开富贵图 我觉得够图错了 留白太多 显得小家子气 所以啊 我重新给你想了一个 你看看 我今日有点不舒服 改日再说吧 公主 人呢 又不来 洛王府的人说 洛王殿下外出打猎 现在又不是狩猎的季节 挖出打什么猎 再说了 青柳阁也有猎场 三三五次找借口 分明就是不小心 公主 若别人不领情 不如就算了吧 这天底下又不是 只有他一个男人 若您觉得闷的话 不如找别人来陪您玩 我觉得无疑就不错 看他的身手 感觉起码射箭样样都不弱 无疑呢 无疑 来人 公主 无疑现在在哪儿 回公主 无疑一大早就出去了 还没回来呢 没有本公主的命令 谁让他四处乱跑了 让他赶紧回来 诺 刚一 公主去哪儿 巧儿瑞瑞给我做了 几套中原服饰 我看着还挺喜欢的 今儿看着外面天气也挺好的 我准备穿出去做客 做客 去哪儿做客 还能是哪儿 他是罗府了 可是 洛王殿下不是不在吗 所以呀 我就等他回来 是 不 来 看看啦 来 看看啊 便宜卖喽 来 看看一看 包装这些 这倒不一定 但高雪向来老街巨华 凡事习惯留一手 你去吧 但一定要小心啊 遵命 站住 干吗呢 官爷好 我是来给府上送柴的 还请您行个风去 送柴的 怎么换人了 老张头病了 我是来替他当差的 带他去側门 跟我走 好嘞 谢谢官爷 看着你的柴 好嘞 那老张头怎么没来啊 病了 病了 这两天倒是挺冷的 嗯 来 这游户 好嘞 放这儿就行了 好嘞 好嘞 那个工钱今儿劫不了啊 等月底跟你一起劫 没事没事 下次一起劫就行 老哥 这府上挺排上啊 老爷一定是个大官吧 那是 我们家老爷 那是宫市区副统领 手里也管着好几百口人哪 那排上可不大了去了 是是是 三儿来了 找什么呢 好货呀 这 这 找什么 三儿 这鱼可不能吃 这鱼是留给夫人喂猫的 怎么了 它猫能吃 我这个外感就不能吃了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猫的东西您吃了 那多打夫人的脸哪 他要脸 他把我叫了 家里人都以为我夫三儿 能在京城换一个好差事 日后能有一个好前程 但最终呢 把我关在这个院子里面 乌戒天日 跟坐牢有什么区别 我没脸 夫人不也是怕您 怕您出去惹祸啊 呸 我惹祸 就算我惹了什么 那都是他两口子给逼的 他要我屁你怎么说 还把我关系了 把我逼急了 我别把他两口子惹祸 不不 这话您可不能乱说 您吃好您就歇着去 您可千万别连累兄弟 跟您一起挨板子 好吧 您等会 这 怎么 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 三 三 三爷 还挺好听 以后我就那么叫啊 你敢欺负三爷 老子 这柴我放着了啊 我先走了 王爷 王爷 我看见那小子了 咱什么时候都动手 把那小子给揪出来 不急 现在揪他出来 无异于打草精神 先让高府替本王养着 到时候自有用处 回府 好嘞 回府 王爷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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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您麻烦来了 嘴哥哥 嘴哥哥 你咳嗽回来了 公主殿下您怎么来了 也没提前知会我一下 在下有失远营 失礼了 提前通知 你不是跑得比兔子还快 不 说他这是哪里的话 我们刚刚出去打猎了 才会来 打猎呀 坐马车去啊 是啊 猎物呢 对啊 那个小鹿 猎物呢 猎物呢 猎物跑了 搬出去跑了 怎么能跑了呢 抓住你就行 跟我去趟书园吧 不是 公主殿下 大宁谨遵男女大方 不可如此 有什么可不可的 走 去书园 不是 去书园做什么呀 本公主今日做东 在书园举行 兰昭和大宁的比武大赛 你们会不给我这个面子吗 走 我 小鹿 不 反正师父还有点 王爷 您放进去啊 公主殿下 有我呢 来几个钟 您看看吧 怎么懂的 吗 那怎么这么 这姑娘看看这个吧 是我们小鹿心来的 嗯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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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这么多货呢 大家加把劲 中午给大家加肉啊 好嘞 谢谢刘管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吴毅大人 到处找您 原来您在这儿 宫主殿下差我来 让您回去呢 来 打他 小侯爷 小侯爷 小心啊 好 打他好 小侯爷 小心 快 快 小侯爷 小心 小侯爷 小心 开开 开开 小侯爷 打得好 小侯爷 打得好 厉害 小侯爷 厉害 小侯爷 你们还有谁要跟本侯比试比试 骆王殿下难道不想上场比试比试 小侯爷 厉害 在下不善武功 还是不去献丑了吧 那本公主可就不客气了 总不能让那小子独占风头吧 还有谁要跟本侯比试 我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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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公主殿下是要使刀呢 还是使剑呀 对付你 不用刀也不用剑 那在下可就得罪了 陪公主殿下过几招吧 你可要小心一些 小侯爷 请办 来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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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他好 公主 打他好 打他好 公主 公主好 公主 打他好 打他好 小侯爷 这么快变怕了 本侯怕你 笑话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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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公主 小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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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üsste吗 他怎么还 Inn心 再来 宫主殿下 点到即止吧 我是劈头散发的 实在无心在战了 无心在战 那就索性认输吧 你我武功不想上下 我凭什么认输 那就索性再见高低 我还是不去了 活还没干完呢 这书员可是难得热闹 不堪其不可欠 走 小婚爷 小心啊 快点 走 快点 走 小婚爷 小心 快认输吧 宫主殿 别闭嘴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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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小心 小婚爷 小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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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婚爷 小婚爷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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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挺好啊 霓裳 挺好啊 霓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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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你 小侯爷 你没事吧 小侯爷 好声威武 我竟没想到你的武功这么厉害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啊 我本来还不会输的 都怪那个兰昭公主 她给我耍阴证 你还笑话我 这 兰昭人本就善武 你输给他们也不算丢人 不必沮丧 真的 我本来不会输的 只不过昨夜吃了酒 今日午后才行 方才有点精神不集中罢了 是了是了 一定是这个缘由 不是你武功的问题 还有没有勇士 不知公主是否尽兴 不如小王再请教一局 好啊 小王不算是勇士 但在大宁的地盘上 倒也不能落了下风不是 龙王殿下 请 趁这会儿得闲 不如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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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王殿下 得罪了 好 適合 凤王殿下这是看不起谁呢 出招 此次会武点到极致 何必那么认真 殿下小心 你害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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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下点到为止 公主殿下还是认输吧 你这样搂着人家 人家怎么认输嘛 公主殿下 得罪了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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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辰不早了 若公主再继续缠斗下去 太阳就要落山了 我认输 好厉害 太阳了 洛王殿下武功盖世 本公主自愧不如 公主过假 不过是比着玩而已 何必当真呢 诚心夸你 下课起什么呀 受着就是了 你赢了 下请客 那就宫敬不如从命 便依公主殿下的 全当庆功吧 走 太阳了 好厉害 男人果然都一样 见一个爱你 哪有什么真情在啊 谁说的 我也是男人 我就专情于一个 小河野年纪还小 过几年懂事了 就不会这么说了 比武都看完了 我们可以走了吗 反正说话还早 不如趁此机会 咱们到后花园逛逛 逛逛 小侯爷若是得空的话 你们慢慢逛 我还有事先走了 霓裳 等等我 小侯爷 好 子妙的 快快快快走 你别走 那我不是一样 异性过来 脱了 尖手 吃回 青山 我 要帅 刀 鱼 爬 這裡 有太牛 你 街頭 那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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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地方如此热闹 是隔壁青柳阁 兰昭公主在白酒宴客 柔儿 我这儿还有些乳浆粉 你要不拿去用了吧 不 不用了 可是你的布料质地偏软 若是不浆过的话 霓裳 我想过了 以后我们只拉家常就好 有些话 我们还是不要交流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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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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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就把话说清楚 慢点 齐音虽好跟你一遍一遍地弹奏 一句话都不合本公主讲 这事何道理呀 公主见谅 在下一抚琴 就忘记了周遭的一切 怠慢了公主 是在下的罪过 既然知罪 那本公主给你一个 将功折罪的机会 来 喝了这杯 我方才已经喝过很多了 再喝就要喝醉了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还是先回去吧 公主 不许你走 今日公主殿下已经疲乏了 又喝了这么多酒 快点扶她回去歇息吧 子虞哥哥 这 我十五岁 第一次在兰昭见到你的时候 我心里就有你了 这次出使大宁 是我特地向父亲请命 才得到这份差事的 就是因为 我想见到你 我 子虞哥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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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 来 来 公主 公主 来 是谁啊 欧阳祖云你给我站住 公主 欧阳祖云你给本公主站住 一定是骗我的 你说你有心上人 一定是假的 公主 别这样了 一定是假的 我不会放弃的 早些回去休息吧 走吧 赵指示 怎么了 赵指示 采办口丢了一块玉佩 要各屋清茶 本是宫市局的大人们 要送往近城的 这块玉要是找不着了 你们都得跟着掉脑袋 赵指示 没有 每间屋子都要查 查完了我好交差 查下一个房间 没有 没有 等等 没有 这儿有块玉 不是这块 我们走吧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让你给了 我给你个教训罢了 我给你个教训罢了 这才是采办口丢的那块玉盘 也是那日你给我的那块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是跟我真心交好 言文秀 同窗数年 我唯一不会相信的人便是你 只是我没想到你竟这么恶毒 为了栽赃我 连贡品都敢偷 你说 我要是把这块玉 交到上头去 他们会怎么处置你 有本事你就交上去 看赵指示相信谁 若不是背后有人接应你 你岂会敢偷采办口的东西 不然 让宫市局的大人们来主持公道 如何 别以为有个洛王给你撑有 你就可以目中无人 没错 就是上头有人指使我 把玉栽赃给你 怎么 你怕吗 我怕什么 你有赢过我吗 赶紧还回去吧 免得交不了差 他也会��了 听得了 拉去 往哪里 Хот起上去 市区 你要帮忙去 还吼文君 何干了 是 我会有顚乎乎乎 Ha 是 看看啊 看看 向天可走到 这我的 还给我 谁先付银子就是谁的 你 你不会不讲理吧 为什么我想要的东西 都得不到 谁说都得不到了 这个就给你吧 放肆 你应该说 公主殿下请笑纳 好 再瞎错了 公主殿下请笑纳 这就对了嘛 心情不好的时候呀 就得吃点甜的 公主不妨试着 把所有的烦恼 都附在这唐人之上 然后把她当成猪 狠狠地吃了她 看看吧 对 她是猪 是猪 我怎么也撑猪了 我 我不是猪 我不是 不是猪 等我一下 她是猪 霓裳姑娘 霓裳姑娘早 小秦姐姐走 姑娘 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吧 我又是再请不动你 可真要爱王爷妈了 还请小秦姐姐 转告王爷 霓裳很忙 实在没有功夫去见她 王爷为了见你 特地够了别院 这番苦心 你可不能不领情哦 王爷为兰昭公主 抚擒要紧 日后不必为我费心 你肯定是在吃 兰昭公主的醋 我没有 我哪有功夫 去吃她的醋 你们要吃醋就好 既然王爷 既然王爷 故意跟兰昭公主亲近 想让我生气 那我也就配合配合她呗 说得对 晾她几日也好 小秦姐姐 你还是快走吧 你不是我们这园子里的人 被人发现可就不好了 你快走吧 阿盈 快走吧 麻烦 雨 走 我 感谢观看